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3D学习的话 我们只要脱离这个游戏 休息一段时间 这个症状都可以缓解 当然了 如果我们确实很喜欢游戏的话 也可以做什么 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以后再去做游戏 可能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多休息 同时要保持这个屏幕和自己眼睛这个距离 一定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行 如果这个症状持续很久以后 我们可以做前庭的康复操 来训练自己的前庭功能 训练以后 我们可以恢复我们正常的行走这些功能 没有问题的